走上吧台学习调制饮品 学员好认真 餐饮清洁工作 这两类高劳力的工作 是生脏值缺开缺最多的项目 但受疫情冲击也最大 疫情外国客人没办法进驻 本国客人当然有一些 害怕的状况也没办法进来 去年到今年 我们业绩市场掉了八成以上 住宿剩两成 部分员工得留职停薪 但房屋不能没人做 这也让生脏值缺受疫情影响小 因为毕竟生脏值缺 他的工作职是属于比较中低的 一些的基层劳力 疫情的影响 他可能会流用这些比较低深的 把高阶的做他们 比如说这个留职停薪 背套就要换新的 然后这是他的羽绒背 刚毕业的学员踊跃参加职训 但劳力活不尽得人人能做 你会觉得吃力吗 虽然对脑性麻痹的小杨来说满身疲累 他却很投入 因为法律系毕业的他工作难找 他却希望能了解更多就业趋势 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 然后将来的话 就是以自己所学的部分去看 有哪个部分能够协助 餐饮清洁或许他做不来 但有心了解产业加上法律背景 未来的路还很宽广 大爱新闻 陈一正王昭中高雄报道